请李承远 阿肯的演讲真的是感动到我 所以我有点在他的那个情绪里 我会试着一会儿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闭上眼调整我的状态 开始吧 好 我们听你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因为有网络 我们可以在家里 给地球另一端的一家公司打工 我们可以不出门 就买到世界上最流行的商品 但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因为网络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中毒了 这病毒在不知不觉中 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精神 我有一个朋友 是个典型的微博控 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刷微博 上班路上 挤车抢坐刷微博 到了单位 写稿开会刷微博 中午休息 吃饭喝水刷微博 有一次他刷微博 看到一个段子 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问他 什么事啊 这么搞笑 点来听听 他的回答是 不了 我爱吃给你 有时候我真想问他 你都有微博了 还要那张嘴干嘛 哦 对 还得吃饭嘛 不吃饱了 怎么又立即刷微博呢 因为网络 弱化了人与人之间 在现实生活中 真切的交流 这种人 我仅仅把它定义为 轻度重度 更严重一些的 已经对现实生活 没有什么兴趣 这种人 我把它定义为 中度重度 比如网游 我有个同事 跟我抱怨说 我老公被一个家伙 抢走了 我很仗义地问他 谁干 我帮你抢回来 他告诉我 魔兽世界 他整天看也不看我一眼 在电脑前面 一坐就是一晚上 我有一个学生 他爸爸实在没有办法了 给他出了一个损招 说孩子啊 你还是早练去吧 比网游有意思多了 结果他的回答 给了他老爸 重重一击 没事吧 我可以网恋 说到重度重度 我们也不没手 就是那些 由于沉迷于网络 已经严重危害到 身体健康 甚至威胁到生命的人 前不久 曾经有一个初中生 由于在网上 连续奋战了七天机夜 吃喝拉撒 几乎不动地方 结果 猝死 我就在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么多人 如此沉迷于网络 而难以自拔 根据我对身边 此类人的了解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一切 都是源于心灵的空虚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难以得到这些 就到虚拟世界 去寻求暂时的满足 这些陷在网中的人 根本是在 引证之后 微博只是个工具 真正关心你的人 不在微博的那头 而是在你的身边 如果你不想 继续这样沉沦下去 那么就从此刻 开始改变 很简单 一句话 多做正事 谢谢 你前边的三分之一 跟你平常的风格不太像 慢慢地讲一件事 我以为我说 今天成员怎么了 但是后来 你又恢复到 你平常的那个状态 就是疾风暴雨般的 那种踢盘 那种感觉我喜欢 我喜欢那种杰作的变化 祝你好运成员 我觉得就是特别好 特别干脆 特别利索 就像你这个人一样 非常的 男人 非常满意你今天的表现 感谢 我们掌声带一提 张锦雄 两位的演讲都让人 非常的触动 当然接下来的投票环节 也会让人更加的纠结 首先要投票的是 李永导师 张锦雄讲得很好 李承远也讲得很好 但是李承远 似乎从你 再超演的这个舞台上 我在投票的时候 或者在决定发表评价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给你充足的肯定 所以很抱歉 我这8%的支持率 还给李承远 到这个时候 都是高手 高手之间过招 让你会看得觉得 非常的过瘾 是一种真的享受 我就决定 让这个比赛 就是回归到 选手跟选手之间的较量 8% 张锦雄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现场的观众 请投票 张锦雄全力以赴 挑战强劲对手 李承远 他能否攻内成功 李承远 二次守类 又能否掌控局势 晋级全国五强 恭喜李承远 进入全国总决赛 李承远 李承远的犀利批判 深入人心 成功紧急 全国五强 留意